第20题张同学取了XYZTS五种金属 它们都能够形成正二价的离子 他做了三个实验 想要去比较出这五种金属的活性大小 当我们再说金属的活性大小 就是要去比较它们容易氧化的程度 也就是氧化电位 实验一将五种金属分别加入吸流酸 除了X以外 其他的四种会和盐酸作用产生气泡 加入盐酸的目的 就是要看这些金属 有没有办法跟氢离子反应 那我就随便找一个Y金属好了 Y金属和盐酸反应的反应式 就写成Y加上氢离子 会产生气泡 这边的气泡就是氢气 那氢离子变成氢气是还原反应 代表Y金属要氧化 形成Y二症 那既然这个反应可以发生 就表示Y金属 它喜欢氧化变成Y二症 以Y二症的形式存在比较稳定 所以它比起氢气来说 是更容易氧化的 所以在这个反应式中看到的是 Y的活性比氢气还要大 那除了Y以外 X、Z、T三种金属也是一样有产生气泡 它们的活性也都比氢气还要大 那只有S没有办法和盐酸作用 代表它的活性比氢气还要小 第二个实验 Z二症和X不发生反应 代表Z以氧化的形式存在就稳定了 Z比X还要喜欢氧化 代表Z的活性比X还要大 再来是Z二症和Y不发生反应 所以Z的活性也比Y还要大 实验三 将五种金属两两组合成电池 电池就是会发生氧化还原反应 那当它电池以这个方式来表示 就代表M反应成M二症 是氧化反应 然后N二症反应成N 发生了还原反应 M是氧极 N是阴极 那如果M是T N是S 可以得到最大的电池电压 电池电压的算法 就会等于氧极的氧化电位 加上氧极的还原电位 要得到最大的电池电压 就是氧极的氧化电位是最大值 氧极的还原电位是最大值 所以氧极要选择最喜欢氧化的那个金属 就是T金属 所以这边看到T的活性是最大的 那因极就是还原电位有最大值的 最喜欢还原 最喜欢以元素带存在的 就代表活性最小 S的活性是最小的 综合这三个实验的结果 就可以把五种金属的活性比较出来 活性最大的是T 下一个是Z Z大于X跟Y 活性最小的是S 那中间的S跟Y 它就没有实验来比较 所以没有办法确定到底谁大谁小 好那既然活性也就是氧化电位这样排的话 我们也可以再排出还原电位 那能够还原的是那些正二价的离子 还原成元素带 所以还原电位要比较的是那些正二价的离子 那我们说活性越大越容易氧化 活性越小就越容易还原 所以还原电位的顺序应该跟刚才的活性是刚好反过来的 A选项 T为最强的还原剂 还原剂本身氧化 所以要看的是T到底容不容易氧化 T是氧化电位最高的 最容易氧化 A选项是对的 B选项 Z二正是最强的氧化剂 氧化剂本身会还原 所以这句话其实要说的是 Z二正是最容易还原的 但是如果去看还原电位的话 最容易还原的应该是S二正才对 B选项是错的 C选项 S二正的氧化能力比Y二正强 氧化能力是氧化别人的能力 或者简称氧化力 氧化别人就代表它要当氧化剂 本身应该要还原 那我们要看的就是还原电位才对 还原电位S二正比Y二正还要大 C选项是对的 初选项 X二正的标准还原电位比S二正还要大 那就直接看还原电位就好了 这个是错的 然后一选项也是要比较还原电位 Y二正大于Z二正是对的 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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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对的